腾讯体育10月28日是NBA常规赛继续进行,今天进行了9场比赛,其中有张黄迎赖李承飞,球录取的6连胜,热火立刻开拓者,骑士继续连摆, 活塞和提胡分别遭遇赛季首败等,以下是比赛的综数,战皇创造两纪路呈现一得分王胡人方马侧密转凯尔特人109比89活塞凯尔特人对今天取胜活塞队,总个对手赛季首个败仗,绿军有5人得分上双,海欧得15分6个篮板,杰伦布朗19分,提布马库斯莫里斯18分,泰斯17分, 罗奇24分,欧文首感不加5中一只得到3分,活塞队中格里分迪尼,三中两局得到7分,军事132比111提股皮股对球星安东尼戴维斯因右手轴上缺席比赛, 这场比赛里军是对三人拿下20加,其中卢比奥14投8中,得到28分还有12次助攻,戈贝尔25分14个篮板,密切尔22分6次助攻,军事全队命中率达到52.3%, 其乎全队得分最高来自米罗第7,25分,公牛97比85老鹰公牛在背靠背第二场比赛课场击败老鹰, 拉文得到27分和生涯最高的11个篮板,甲巴里帕克18分其中9分来自第4节, 新秀恩德尔卡特10分10篮板,老鹰新秀特内阳12中三锦得到13分, 林树豪五投林中,得到3分4篮板3助攻, 黄蜂103-10576人76人结束两连败, 恩比德恩比德27分数4个篮板, 考文顿18分10个篮板,命中4个3分球, 本西蒙斯14分12个篮板,雷迪克15分, 黄蜂队中肯巴沃克31投11中, 得到37分6次助攻6个篮板, 连续两场得分至少为30分, 步行者119比107骑士骑士负于步行者, 遭遇开局6连败, 这也是骑士近23年, 首次遭遇开局6连败, 骑士上一次遭遇开局6连败, 是在1995-96赛季, 他们在那个赛季的前期场比赛全部为门取胜, 骑士队中了俯雀阵, 胡得17分, 乔治希24分, 小男子15分, 步行者队中6人得分上双, 伯格达诺维奇25分, 奥拉迪波24分, 太阳96比117, 灰熊太阳队遭遇4连败, 撞袖艾顿得到24分创生涯先高, 其中13投12中指头丢一球, 此外还有8个篮板5次助攻, 灰熊队马克加索尔19分, 堪利贡献18分7次助攻, 日本球员杜彦雄太, 申批灰熊队12号球衣登场, 打了4分钟得到2分, 开拓者111比120热火里拉德本场比赛, 得到42分7个篮板6次助攻, 这是他连续两次比赛砍下40加, 上一场和魔术队比赛, 莉莉拉德得到41分, 热火队德拉继奇28分5次助攻, 生涯总得本突破1万分, 雷德剃毒登场再出场21分钟, 那得到19分3个篮板, 大白远5分16个篮板6次盖帽, 胡刃106比11, 林玛次詹姆斯得到35分11个篮板4次助攻, 迎来里程碑之夜, 生涯总得分超过罗维茨基山至历史第6位, 得罗戴30分12个篮板8次助攻, 主教练波波维奇成为第5位, 达到1200胜的主教练, 他也是第一位在同一支球队取得1200胜的主教练, 魔术911-113熊路熊路的字母科举打了19分钟, 得到21分7个篮板, 密德尔顿18分7反4次助攻, 魔术的武器为奇16分9个篮板, 熊路队取得6连胜, 这也是熊路队史, 第二场的开局连胜记录, 熊路队史开局最长连胜记录是1971-72三季开局7连胜, 杰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,